今天不养生,明天养一生 大家好,欢迎来到我的频道 一位退休了十几年的王大爷 今年已经73岁了 退休之后,他就经常和同伴们一起来下乡棋 跳广场舞 但是劳累了大半辈子 在这几年也算是要好好休息 但是没有过多久 竟然发现 身体出现了一些不适 就到医院做检查 结果一检查出来 王大爷已经患有糖尿病 刚检查出来的时候 王大爷竟然还不相信自己已经患上了糖尿病 于是就到另外的大医院再次做详细检查 检查结果还是真的是患糖尿病的 最后医生还给王大爷开移植 告诉他坚持断炎 吃一些低油盐 低脂肪的食物 那么过了一段时间之后 王大爷身体真的是没有出现严重的病化症 这样子几年过去了 王大爷的糖尿病彻底好了起来 原来王大爷经常听了医生之后 又吃了一些水果 这些水果呢 糖尿病人吃了之后 往往没有想到 竟然彻底把糖尿病给拿结束了 再也没有患上糖尿病 那王大爷到底是吃了什么样的一个水果呢 那不妨听我慢慢道来 那么下面我就继续给大家分享 王大爷经常吃的七种水果 糖尿病可以经常吃的七种水果 非常的好 有降糖 护心血管疾病 可以护心脑 比吃西药还要强 那接下来一起来看一下 第一种王大爷他说了 第一种就是米猴桃 米猴桃它是一个很好吃的水果 价格呢 也是有点小贵 但是主要是非常放心 它里面营养也是比较丰富 尤其对糖尿病人 非常友好 好处很多 可以改善卫生精 又能够扩张血管 降血糖 护心脏 降血压 改善糖尿病人 便秘的情况 最主要是 也是糖尿病人 最关心的一个问题 他不含糖 可以随便来吃 那么王大爷他说了 他平常经常吃 两个米猴桃 早上吃一个 晚上吃一个 第二种就是柚子 这个柚子 拒绝来的时候 也是非常好吃 柚子它味道微苦 口感清新 互含一些维生素C 还有类似胰岛素的成分 对体内胰岛素活性起了一定好的作用 这个柚子它可以保护毛细血管 也能够促进脑部血液循环 柚子它还是不含糖 非常适合一些 胎要病朋友来长期吃 但是呢 这里需要注意的就是 如果一些体质不好 肠胎肠胃比较虚弱的老人 不建议大量来吃 少量来吃 还是对一些糖油非常友好 第三种就是黄瓜 黄瓜很多年轻人 老人也是最爱了 这个黄瓜 它味道微干 对血糖也是有很好的作用 口感非常不错 那么吃多了也不会说长血糖 不管是凉拌青草 这个黄瓜都是非常的好 对健康呢 真的是非常有益处 是一个糖油 难得的一种蔬菜 还有可食的水果的一个食物 非常好 这个完大爷他也说了 他平常吃黄瓜 要怎么来吃呢 就是要水煮黄瓜 放少量的一点食盐就可以了 其他东西都不需要放 水煮黄瓜 每天就吃一根黄瓜 再加上这个黄瓜汤 作用也是非常的好 一点都不会说生血糖 第四种就是西红柿 这个完大爷他也说了 他平常最喜欢吃的就是西红柿 酱血糖效果也是非常的好 他有本也是可以放心使用 这个西红柿完大爷他也说 他热量很低 含糖量也非常低 这个西红柿所含的营养 对于泌尿系统感染 有一定的非常好的作用 又可以保护我们的心脏 促进血液循环 所以可以作为两餐中间 加餐的时候来使用 但是吃这个西红柿 王大爷也是有讲究 他说这个西红柿尽量不要去买那个菜市场买回来的西红柿 它里面有很多的荣耀残留 最好是选择自己栽种的西红柿 王大爷他平常就在自己家门口有一块小地方 种了一小块的西红柿 西红柿大概有十几棵 所以长出来的西红柿一旦等到西红柿成熟 花红的时候 这个王大爷就把西红柿给他采摘下来 每天呢就做点那个西红柿鸡蛋汤来喝 他也没有放味精 就放了少量的一点食盐 还有一点猪油 他说这样子降碎糖效果也是非常的好 那么在最后呢 王大爷也说了 那晚上也要保养自己的身体 平常呢在晚上在睡觉之前 可以喝一点柠檬 接下来要说的就是柠檬了 这个柠檬它维生素C含量比较高 可以抗氧化 防止身体感染 都是有非常好的作用 并且也是可以提高自身的免疫能力 那么王大爷平常都是晚上泡一杯柠檬水来喝 柠檬水也不需要加什么 就放了一点小小的食盐就可以了 用保温杯来泡 泡到温度差不多下降到了30度 就可以来放心喝 所以朋友们也是可以选择 用柠檬泡水来喝 对蟹糖的平稳真的是有非常好的作用 那么在最后王大爷又说了 平常我们要稳定蟹糖 那不妨可以常喝一种糖尿病的保护膳 它是什么呢 就是蒲公英苦丁茶 王大爷他大概两天喝一次喝这个蒲公英苦丁茶 那怎么喝呢 王大爷又说 如果想要降低血糖的浓度 那为我们的身体补充水分也是有必要 这个水能够促进我们身体的新陈代谢 可以帮助我们清理血管里面的垃圾 还有里面完全的毒素 大家可能会忽略我们的血糖水平 但是血糖对于我们健康来说 在日常生活中真的是要多注意保养 那要怎么喝这个茶呢 就是要准备蒲公英 还有苦丁 这两个东西就可以了 蒲公英它能够清火凉血 具有降脂降压的效果 利尿通灵保护肝脏 苦丁它有清热解毒 火血降压的效果 明目神经能够去血毒 还有降风湿 加蒲公英还有苦丁 同时泡水来喝就可以了 好了 今天视频就分享到这边 喜欢这个视频 觉得这个视频对你们有帮助 可以点赞收藏 可以订阅我的频道 下个视频再见 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